在这一小节我们将主要来编写学写一个字这样一个应用程序的核心逻辑了 那么在之前的介绍中大家应该也能够看出来 学写一个字这个应用程序的核心逻辑是在on mouse move这个函数中 也就是当用户按住鼠标左键 is mouse down 设为处的时候 此时应该执行真正的绘制的逻辑 那么其实绘制是非常简单的 在用户按住鼠标左键并且在converse上移动鼠标的时候 那么on mouse move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执行一次 那么每执行的时候只要和用户上一次鼠标所在的这个位置的点之间画直线就可以了 由于用户的鼠标在converse上进行绘制的时候 on mouse move这个函数执行的频率是非常多的 执行的时间点之间差距非常的小 所以虽然每一次绘制的是直线 但是总体绘制出来相对是平滑的 用户用肉眼呢是看不出这个细小的区别的 那么现在就一个问题了 大家可以想象我们在on mouse move这个函数中 每次根据传过来的这个event这个参数 是可以使用我们之前所学习的window to converse这样一个函数 得到当前鼠标所处的这个current location这样一个位置的 但是我们在具体绘制的时候还需要和鼠标所处的上一个位置做一条直线 那么上一个位置我们是怎么记录的呢 聪明的同学一定就想到了我们首先就需要再设置一个变量 我们把这个变量呢叫做last location 这个变量用于记录上一次鼠标所在的位置 那么把它初始化为0 当然了用户在实际进行绘制的时候肯定不是从00点进行绘制的 那么第一次这个last location的复制应该是在什么位置呢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第一次肯定是在on mouse down 也就是用户按下鼠标的时候 那么此时我们不需要进行具体的绘制 但是需要给last location这个变量进行一次复制 在之后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on mouse move这个函数中 拿到current location之后 在current location和last location之间绘制一个短的直线 当然了绘制之后我们还需要维护一下last location 也就是说给last location附上current location的值 那么此时这个真正的绘制代码呢就应该发生在这里 请大家再仔细的体会一下这个逻辑 我们引入了一个last location的变量 来不断的维护绘制的过程中上一次鼠标所在的位置 以及本次鼠标所在的位置 具体的绘制过程就非常简单了 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学习的converse的内容 那么在这里头大家再复习一下 首先使用begin path之后 move to到上一次鼠标所在的位置点 然后规划一条路径使用line to到本次鼠标所在的这个位置的点 那么现在呢我们暂时不需要变颜色 所以stoke style呢设成是black黑色的 然后我们直接进行绘制就好了 现在大家可以看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此时当我点击鼠标的时候 在这个converse里面移动鼠标 那么就可以进行绘制了 当我的鼠标左键松开之后 那么绘制也就结束了 是不是其实非常的简单 做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不妨自己现在就尝试一下拓展这样的一个绘制的应用程序 看看在自己拓展的过程中会发现什么问题 也思考一下这样一个绘制程序还能进行怎么样的扩展 我们在下一章就会对这样一个应用程序 在交互绘制过程中的一些高级问题进行一个处理 大家加油